身边亲朋好友确诊怎么办 一般来说接到匡列通知就准备居家隔离 慢慢10天只能待在家里叫外送 但行政院拍板未来居隔从10天再缩短成为3加4天 目前元旦到现在的COVID-19本土病例 轻症无症状达到99.5% 因此原本的10天居隔 沿逆改为3天居隔 之后的4天只要快筛阴性就能出门 但必须全程戴口罩 无法内用也不能参与大型活动 根据国外经验 医师也深表认同 为保全医疗量能 匡列范围将缩小为确诊者的同住亲友 至于确诊者的办公室戴口罩同事 今后不再匡列 但国中小出现确诊者 目前仍建议以班级为单位做匡列 也有公卫专家认为3加4的适用 必须限制完整接种3G的族群 如果区隔时间太长的话 可能会让确诊者本身不愿意主动向国家来通报 他已经确诊 为了搜集专家意见 指挥中心甚至延后疫情记者会时间到下午4点半 希望降低缩短隔离天数带来的冲击 也希望台湾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好 其实G隔改成3加4这个 真的是正反应届很多 像是新北市长侯友宜 他其实他就认为说 这个3加4 他说实际上只是G隔的天数减少 但是他觉得行政的程序并没有减少 就一样 还是要耗费很大量的公卫人员去进行处理 所以他提出说呼吁要G隔转型 改成G加快筛加上自主健康管理 我先问一下 因为侯友宜讲这个话 很多人其实不太懂 所谓的G隔转型到底是什么意思 最主要就是说 现在大家希望把那个G隔改变一种方式 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 现在的G隔政策会造成大量人被G隔 像我们现在新北市已经3万多人 你没有发现路上车都变少了吗 就是很多人都没办法出门 全国已经六七万 而且我们现在每天的确诊数直线上升 昨天已经五千了 那这有一个数据显示 就是一个确诊者 大概要匡列十个人 过去的资料是这样 所以会膨胀的非常厉害 所以呢 因为为了因应 就是不要大量人被被G隔 所以才会考虑 就是说是要改变G隔的方式 用用筛检的 你你你可能有接触到确诊者 但是呢 你一直筛检发现都是阴性 那代表说你是相对安全 你就不用被G隔离 这是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是 因为大量人被G隔的话 会造成基层 医务人员跟行政防疫人员 会大量的负担 你知道现在的情况 我我最近都介绍非常多层情 就是说他被简讯通知 他他要G隔 可是呢 到G隔同意书也也没有收到 什么时候解隔也不知道 有的人是收到简讯 简讯还是错误的 就是说他的关怀电话是错的 隔离天数也错 还有被通知要就居家隔离 二十七天的 就是现场 因为大量人增加的关系 所以很多行政作业都有很多的 这个忙不过来的状况 那如果你今天把G隔 你现在还是有G隔 百分之十天 你把它改成三天 其实你要做的行政程序 一样都是没有少的 你还是一样 就是你要G隔 他还是要开居家同意书给你 然后你该要该有得到的关怀 也是要 然后你快拆机也是要给你 关怀包也是要给你 所以所有的行政流程 通通一模一样 只是你个人G隔变少 所以他的G隔天数变少 他有解决GG隔人数不会过度膨胀的问题 但他没有解决就是第一线防疫人员 人手不足的问题 所以侯友宜的意思是这样 他所谓转型要转成 转型就是说就不用 就是说不用在G家隔离的 完全不用G 简单说 简单说就是比三加四更宽松 简单讲就是比三加四更宽松 而且我觉得现在改成三加四 其实没有意义 就是说现在以科学来讲的话 我刚刚看一个医生说 就是有确诊者 他的病毒量是要到五到七天 他的病毒量才会往下走 五到七天 然后如果你跟他很亲密接触的话 可能还要再加上两三天 就是说一个确诊者 假设你跟他很亲密接触 也许是你跟第七天 他第七天碰到他亲密接触 你还是有染疫的风险 所以你今天把一个可能的 跟确诊者的接触者 你只框他三天 他有可能第四天发病 有可能第五天发病 所以他还是有可能在外面 所以你去框那个三天 我不知道说那个意义在哪里 所以零天比较好 所以零天比较好 因为没有意义 所以你这三天 好像是忽然创出来 天仲英明说好不好 这个三这个数字比较激励 刚好矛盾 不是不是不是 没有科学根据嘛 刚好矛盾 所以不如不如就是干脆就以塞代隔 就是说让这个大家就是被 就居家隔离者 就是通通都是大家可以用筛检 来证明自己是安全的 没有风险 我说新北的你看 你看新北的重灾区 那确诊案例这么多 民众可以你觉得市民可以接受说 我们就以塞代隔 就是约后宜说如果ok的话新北市 如果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应该要维持十天 因为时间最安全 那其实你三天三天很不安全 因为这是昨天晚上的新闻 其实因为我也看不太懂 那因为原汁跟市长比较熟 所以我也只是问一下 那所以这样居家转型 然后所以这样就可以减少行政程序吗 你还是有被匡列居家 然后你还是要给他快篩 所以意思是说 他被匡列居家的这个部分 也没有行政程序了吗 他的快篩也不用发给他了吗 他就自己去外面买快篩 会少很多 因为快篩的话 你只要快篩 可是你如果是隔离期间的话 就是你都要去监控他 譬如说然后他随时他有什么状况 要跟你回报 行政程序 确实会增加 会多很多 会比以塞代格多很多 我现在是就行政程序来讲 会 那你说就防疫的角度 防疫角度 那当然是居家隔离越长越好 你隔三天 也其实防疫也达不到什么效果 好 彥林 刚刚原汁讲了 有几点 我要现在请教你 你新北市侯友宇 是要以塞代格 还是要就是零居隔 就是因为你刚刚讲的 侯友宇说的是比三加 是才更宽鬆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你刚刚说以塞代格不好 但是你又认为说以塞代格 可以减少很多很多 那到底是哪一个 到底是哪一个 因为你说的完全逻辑 完全混淆了 简单讲 我现在我现在反过来 理清你的问题 第一个侯友宇说不用居隔 那也就是说他的宽鬆度比现在正在研疫的三加是更宽鬆 因为你的理由说现在没有必要去做增加这些疫调人的这个行政程序 不需要了 这是第一个 我没有讲错 第二个你说以塞代格 以塞代格已经是上个礼拜 那个中央防疫中心已经讲了以三代者三个阶段 一个是以医护人员为主体 然后逐渐开放的 逐渐开放的 这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 假设你认为侯友宇认为现在要可以凝居隔 也就是说他基本上是要朝向与病毒共存 要朝向与这种群体免疫 但是你为什么要像柯文哲一样 要整个拉高那个疫情的紧张程度 因为以柯文哲来讲 还有侯友宇 他们在今年在2020年4月初的时候 同时要求陈时中要回答一个问题 你现在到底要与病毒共存 还是要清零 两个人问得很大声 尤其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是医生 侯友宇不是医生 侯友宇可能还有间接自信 他不敢说太多 柯文哲说得太多 说你现在就是要与病毒共存 所以你就是要朝向那个 你不要管 一定未来一定会大幅的感染 这个方向是对的 但是现在全国22线市 就是只有柯文哲这个檳榔 让他的国中小都停课 停课就会造成所有社会的紧张 所有的家长会重新安排 然后形成一个疫情的紧张 然后回到头来 这些媒体全部都在爆发 说我们现在感染 从一千两千到今天五千 坚定要死 我给大家报告 因为韩国三月十八解封 完全解封 今天四月二五 他们开始 饭店所有都可以 完全解封都可以吃饭 他们三月十八号解封当天 那天要20万 再来30万40万 不要上官一天64万 我们五千 还是叫国外 还是叫这边两个 在那里 买台湾人 说一天会4万 多少万 我跟你说 4万 就算4万 韩国一天64万 我们的几倍 这第一个 我们说说 第一个 四万多少 我们在中央防疫中心 我们制定要打伊凤先生的 统统一千九百 五十一万 两千四百 四十六万 那他这叫 这个纽西兰的 5% 零点五%的感染力 统统中所是三百 三百九十万 两千四百九十一万 四百九十二万 那一死亡率 一死亡率来说 万分之五 就是四十九万五千一百十例 那你 不可能一天四十几万人 一天一天这样 所以平均算起来 他的毕业算起来 一天是四十一 一天是可能 四十一的人而已 所以 那就去 去警察 所以 我们在这些 报道说得很清楚 第一张要煮得到 第二张要煮得到 第三张煮得到 第四张心理张 心理建设得好 白毒照料料 所以 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现在的所有 就是要驾向 参加病毒共存 因为这已经流感化了 这已经属性了 这不要再在那里 就是说 我们一天到四万五 我们不用怕 韩国 他人口五千几万人 我们台湾人口两千三百万人 他一天会缺那六十四万人确诊 我们台湾人还没缺那五万人确诊 但是 有一个条件 因为我们中央防疫中心 很富责任 为什么 不去 就是因为我们第一张 没有煮第一张 全国还有十百三十万人 只住一间 只住一间的 全国 全国 还有十百八十万人 这的人 在五十万以上的 降百分之六十 所以 这的人叫做高风险 这的人高风险 如果小时候都没住 他的感染率很高 感染率很高 会提出我们医疗的量人 会去给他整个赞满 所以 那是中央防疫中心 他现在没办法 马上去说 所以不再叫做新台湾模式 新台湾模式 就是跟我们大家说 我们开始要与病毒共存 但是又一个 我跟你说 北独台北市 大家先要死了 所以 那个解割的时间 三加四 三加四是可能今晚 可以接受的 三加四再来 再来 要做什么 要国境解放 国境解放 我相信 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 到五月底部 全部解放 我们的经济 会基增 会充斥很大 所以 我们大家要理性 我们想这边两个 只要用政治做理由 让你整个台湾 自己的国境卫生 还好 你就不会去抵抗 当正的可能性 我想补充一下 我刚刚其实没有要跟源之变 新北市的政策 因为这都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 我纯粹是晚上看不懂 新北市在讲什么 以筛代格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我想说还是回来说 这个我们了解的这个三加四的这个部分 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等一下专家会议 一定会有最好的结论 最后的结论 但以我这边自己了解的话 就是像刚刚源之说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 Omicron这支病毒 就是五到七天 这样的一个感染传播期 所以你接触了这个确诊者的时候 本来是希望你至少要隔离七天 甚至更长一点 这样的状况是确保到最安全 可是呢我们现在因为 其实他有可能短一点 所以抓一抓平均值的话 我们先框了三天 这三天你还是一定是居隔 但是后面的所谓的加四是什么 加四其实就是 就是以筛代格 就是你三天碰到的这个三天里面 你已经都被隔离了 不管你有中没中 我都把你框住了 但是到第四天开始 如果你是快筛阴性的 那你可以出去 但是你还是不能够到公众的地方 这就是真正的以筛代格 也就是一个防疫和经济平衡的状况 所以才会有三加四的产生 那至于这个数字 大概也就是在五到七 你跟前面的人是五到七 后面也是五到七 这样子的状况来做决策 所以我们刚刚才会说 其实我们立法委员在听到的时候 是觉得还蛮赞成这个方向的 但是执行细节 当然必须要考虑 因为毕竟我们旁边有两个很明显的极端例子在让我们看 第一个就是香港 香港因为他就放着 放手 让他这样 这就这 我是很抱歉的就放在暖 所以到最后 你看死亡已经超过了这样子的人数 将近万人以上 这在香港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是反过来 我们来看看中国 中国因为强制要求要清零的状况 今天早上 我还刚好有带来 今天早上这个新闻自由时报上面看 每一栋大楼的楼下 那个楼梯出入口的地方 是国家来用铁皮 把你的 把你的楼梯给封住了 让你整栋楼不能出去 因为他怕人家还是会偷偷跑出去 所以只开了这个门 让防疫人员可以进去 而且现在的病毒已经开始到北京城 北京城要不要封城 大家也都在害怕了 我们就是有中国的全清零和香港的放着烂 这样两个让我们再看 我们要做的就是中间稳健的 继续控制我们的死亡率 在经济和防疫之间做平衡 我想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所以三加四的这个政策呢 当然是晚一点的专家会议上面 会有一个定论 不过不只是侯友宜呼吁说要居隔转型 其实像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他也说这个三加四 他觉得没有太多的实质意义 似跟指挥中心也有点杠上 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